驚喜常可敬 邀您共賞 媽媽好神之 俗女家務室 其實我覺得做父母 真的很不容易啦 因為不同年齡層的小孩 我們面對到的問題 其實是不一樣的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 自己在陪伴小孩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感覺自己又長大了一次 就又成長了一次這樣 所以其實在孩子 在青春期過後 我們到底要如何跟他相處 或者是我們在孩子的 成長過程當中 我們也常常要知道 我們的孩子 他到底在忙些什麼 我們是真正地關心你啊 是真的很關心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關心 好像會造成他們的壓力 然後你想問他 他也不說 讓爸媽覺得說他為何 他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居然對我有秘密了 就是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兒子 他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我已經為了他的學校 搬到學校旁邊 走過去就到了 可是他每天五點就要起床 對 五點起床 那一開始洗澡 洗頭 然後當時因為髮禁 已經慢慢地解除 然後你有看過那一種 噴膠是這樣 滑 上學有需要這樣子嗎 學校風大是不是 然後我都跟他說 你為什麼起那麼早 學校不就在隔壁 他說 這麼認真 跟男同學吃早餐 會要噴頭髮嗎 而且小孩通常都嘛 想睡到最後一分鐘吧 對 每天都這麼早出門 就覺得這個孩子不對 因為那時候要考高中了 對 你很怕他在那個時候 因為要考試了 對 然後你問他 他也不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媽媽想找線索 好會找理由 整理 然後我就趁他上學的時候 就到他房間整理 那整理你總是要幫他整理一些 抽屜的發票之類的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對 然後賣賣的發票的 最底部還會有鐵盒 秘密的盒子 鐵盒打開來 好多小信件喔 所以是人家寫給他的小情書 人家寫給他的小情書 所以那你發現了之後 你會跟他談嗎 不行 你絕對不行 你要忍住 假裝若無其事這樣 跟查到老公一樣 不能講 不能先講 你一定要忍 因為你馬上講 你在孩子心目中 你就失去信任 對 所以你還要整整齊齊地放回去 你絕對不能 他是折青蛙的 然後你折會去變蝴蝶 然後嗎 那就不行了 對 然後你要盼聽兒子 你一定會講說 韓靖怎麼樣啊 最近很 你們這個年紀啊 媽媽在你這個年紀 也都喜歡學弟啊 你要讓他覺得 你要讓他覺得 你是很開明的 對 因為現在小孩超聰明喔 他會說沒有啊 現在考試了什麼 我們不會啊 大家都朋友啊 會講標準答案 就爸媽想聽的答案 他們都有SOP 對 然後媽媽更厲害 媽媽趁著去泰國玩的時候 最後一站逛曼谷包 是 你就會說 那個 有沒有要送給同學啊 曼谷包一定是送女生啊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發現他在猶豫囉 我說沒關係 就挑幾個送給女同學啊 同學嘛 然後就發現他在開始挑了 果然 送沒有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就在我車後面錯氣 他就說他送完曼谷包 隔天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跟兒子之間 跟孩子之間 其實你越制止他 他越會偷偷摸摸 倒不如很坦然地接受 他經歷過那種痛苦失戀 其實他會 對 真的 其實我覺得 像皓然姐這樣 媽媽真的太好了 因為她有很多的技巧跟方法 我之前有一個案子 滿特別的是說 就是那是一個小朋友 他從小很乖 雖然成績不算非常好 但是一個品性非常好的小孩 那他到了國中的時候 那因為科業開始壓力就來了 那家人就讓他去補習 那也很正常 那補習以後 其實他的父母就發現一個 也還不錯的一件事情 因為本來很內向 教學圈不多 那補習以後 可能因為不同學校 然後怎麼樣 就認識了新的朋友 那開始覺得不錯 有新的朋友 而且新的朋友還會來家裡玩 但是來了幾次 就等一下不太對勁 你的朋友年紀有點怪 就是說國中嘛 那怎麼又有國中 又有高中 還有一些 可能社會人士 也變成朋友 忘年之交 忘年之交 但是這個忘年之交 又好像沒那麼好 每次來家裡 就跑到房間 待個十幾分鐘 就走了 對 人家說 那這到底是什麼朋友 當然父母覺得不對勁 那他們很擔心有涉嫌到一些 違法的事情 所以他們私底下 找自己的朋友是警察 幫忙去做一些初步的了解 那其實在了解過程 就發現這好像不太對勁 這些朋友可能都好像 有些怪怪的狀況 結果再沒多久 居然收到了一個傳票 小朋友收到傳票 是什麼呢 這個小朋友被控告販毒 他父母整個 所以才跑到我們事務所來 問說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跟小朋友去聊 原來那些跟我也不是什麼朋友 在補習班 那有些人跟他互動了以後 看他乖乖的 好像很好控制 很好聽話 就把毒品記在他那邊 所以很多人去 都是為了去拿毒品 那後來這些人被抓了 那大家知道因為 毒品的吸食 或是什麼這相關的犯罪裡面 都有一個減刑的機會 就是如果你供出上游 那要供誰 毒品都在他那 就供他 還好就是說 這件案子就因為他的父母 其實在之前就已經開始有警覺 然後像警察這邊做了調查 那所以我們後來這個案子 在把這些父母事先查過的資料 都提供給警察跟檢察官以後 那警察官也相信 所以最後我們這小朋友是沒事 是不清楚的 就可以還他一個清白 對 是清白的 不過那還好 他的父母是滿警覺的 早早的警覺 但也不能就是太打草精神 或者是莫名其妙誤害自己的小孩 因為有一次我就記得我爸 就很莫名其妙這邊大發脾氣 然後從房間走出來就說 念 我養你養這麼大 你們不好唸書 在這邊做什麼 然後我就 我跟我妹兩個 我們就對看 就正在吃蘭果西瓜的 正在那邊開開心 想說他怎麼了 幹嘛發脾氣 然後我們就兩個 就你知道被罵的時候 就有心虛臉會跑出來 然後就想說 想說因為心之靈 就開始搜索說是哪一件事 是什麼 對啊 就想說是怎樣 然後就兩個就也都沒講話 然後說還不承認 他就手上拿一包白白的粉 然後就說你們在幹什麼 這是毒粉嗎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看那什麼 想說怎麼會哪來的 他就是在保齡球鞋的旁邊 我們那時候很瘋迷的打保齡球 然後我們就花紙粉 然後只是把那粉分開放而已 他整個就拿那一包粉 說我們在飯煮 你說他是不是也太Over了 可是我跟你講 這就事情的一體兩面 你看像剛剛陳律師分享的故事 就是父母警覺性高 可以救了孩子 但有的時候父母 就是警覺性太高 有的時候就是會有誤會 賣疑心病 對 那還好沒有拿來嘗嘗看 爸爸用很專業的 打開以後用小紙 伸進去 你們現在這個毒品很先進 而且味道不太對 我覺得我爸這個生活新聞 看太多了 自己嚇自己 是因為你那個有小包的 用那種夾鏈袋的 對 是啊 這種就是現在在校園裡面 真的就是一包一包小包販賣 那你 何榮哥你講講 你也是會這樣對不對 對啊 你的小孩也 你也查過對不對 我剛才來說律師剛剛講的那個 如果遇到像浩然這樣的媽媽 就好對不對 他一拿抽屜 那怎麼辦呢 你是這種爸爸嗎 我們家的狀況是 女兒是比較喜歡分享 他有什麼 他今天有什麼祕密 或是說什麼 他比較願意分享 兒子是比較寡言 他真的就神話一哥 比如說他今天回來的是 今天在學校還好嗎 然後我就會常說說 那我再繼續接 學校我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特別有趣的啊 還好 對啊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 話題很難開始 還是因為是我 我是句點王嗎 所以我問了問題 他每次都句點 那有一次我就發現 有一陣子 他比較喜歡打扮 因為我兒子是學圖文傳播的 對美術設計很有興趣 所以他對穿搭 他比較有自己的概念 對 可是在那一陣子呢 我發現他特別帥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兒子就是 真的 開始為啥愛打扮 那我就覺得 再大條神經的 也還是看出來 今天出去很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在外面的 回到家裡面來的時候發現 因為我們家都是 讓孩子可以關門的 那有幾次 又像我們進門之前 我們一定會敲門 好 那你摳摳不能說 可以進去嗎 不行 對 這算什麼好敲門 難道你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你當然 你要立刻 你知道如果有現行犯 就要立刻嘛 你這樣我就逼他 後來要裝鎖了 摳摳 然後進去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鎖 進去之後 然後我發現他立刻 我兒子動作也迅速 立刻就遮住那個手機鏡頭 然後我就說 你在跟誰講話 沒有 同學 真的喔 同學 你好 好煩喔 爸爸真的很煩耶 爸爸會 爸爸都這樣子 對 因為我知道 我的 你認得我嗎 哈囉 我是何榮喔 那時候穿得比較隨便一點 對 我說遮得好 好 那那個 我就等於是旁敲撤擊這樣子 我就說你在跟同學聊天 我說是誰啊 他說沒有 同學 我說要在幹嘛 討論事情 要視訊喔 對啊 好吵喔 這爸爸這好煩喔 什麼爸爸 我這樣會關心過度嗎 等一下請關閘 沒有 你這不是關心過度 你真的很煩 你這是干擾 整常都會想說 如果你是我爸我都煩死了 對啊 你的反應跟我兒子一樣 他說 真的 你在幹嘛 他說我在講電話 對 然後我就說 好 我說那你先忙 同學拜拜 你這個動作 好像我爸已經這樣 偷聽人家講電話 還要說 好了喔 差不多了 我覺得講到一半 為什麼突然出聲音 拿分機 但我事後還是會問 就像剛好人講 這個年紀交朋友很正常的 就開始跟他聊了 這些方面的話 所以男生一定會對 心儀的女生 或是欣賞的女生 你會心裡面會覺得很開心 他跟你聊天的時候 他說你跟我講這些幹嘛 我說沒有啊 那個女生 我們在討論功課 我說不是 好像有問題的 還是你耶 對 對不對 但至始至終我也覺得 有問題的是你 那討論功課我說 那他為什麼要適序呢 就是我們想要看到 對啊 圖像 你剛剛不是說他很需要 他圖文色系 對啊 真的 對不起 我錯了 不好意思 好 我跟你講 我必須說 我們同理我們的孩子 如果我們的父母 是何榮大哥這種的 我們都超想反制他的 對啊 所以簡略師快點 教我們一個好方法 但是是不是有小孩 真的反制父母 反到後來就弄巧成拙了 對 這是我朋友的 親生故事 真的喔 那這個其實我後來發現 所有的媽媽都一樣 這個 他這個媽媽呢 就跟這個皓然姐一模一樣 我甚至懷疑皓然姐是出腳了 所以這個媽媽呢 他也是從小就有幫那個兒子 翻動他書包裡東西的習慣 整理 好好說 等一下 我那不叫翻動 整理 但他媽媽也是說在整理 一模一樣 他媽媽也是在整理 可是就其實是在 不關心他的兒子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個兒子 長到這個青春期之後 也是一樣會對於女生 有點興趣 那就是有後來 交一個小女朋友 那時候我們是用簡訊 那一封1.5塊超貴 所以他就辦了一支 亞太往內戶打免費 藏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那這個兒子後來也發現說 我放手機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樣 媽媽是不是來弄我的東西 他決定要偷偷惡作劇一下 他就開始上網訂購一些 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間 才會用的一些商品 然後訂了這個猛男雜誌 然後就放 也是 他也不看啦 反正就藏在自己房間裡 等他媽來看 所以然後呢 是想讓媽媽開心一下是不是 都是很難的 然後後來呢 真的就達到效果囉 他們家爸媽兩個人 每天都那個 就是臉色鐵心啦 對 那就是他說 好耶 真好玩 我要下猛藥 他就開始找他最好的一個男生朋友 就跟他說 我們就是假裝是同性戀好不好 然後兩個人就天天溺在一起 然後呢 也就進去房間就關門 就不出來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媽媽就越來越擔心 那後來呢 可是好景不長啦 他玩太大了 因為女朋友就說 你到底是不是Gay 連女朋友都懷疑了 因為他每天跟那個男同學 然後不陪女朋友 就去分手啦 現在兩個人都醜於藏污 他媽醜於藏污 然後他本人也醜於藏污 因為他被分手了 對 被分手了 他想說那沒什麼好裝啦 就跟爸媽坦白 對 他就 結果呢 他爸媽先發智人 就有一天就請他坐下來生談 他就說 你是我們兒子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支持你這樣子 真的嗎 其實他滿感動的啦 那可是他說 媽 可是不是啦 其實是怎麼樣 都是我裝出來的啦 我其實是被女朋友封手 分手現在很難過 對 那結果媽媽聽完呢 就眷然淚下 她說 媽媽呢 從頭到尾都還是覺得說 她只是為了不要讓爸媽擔心 所以請我自己喜歡女生 所以到現在為止 她就每個女 那個朋友天天跟我抱怨說 現在同婚 同過了 對 她媽一直每天都問她說 媽媽還參加一些遊行啊 這大力主委啦 她真的是挺 非常支持同事遊行的那種 很開明啦 爸媽每次來醫院 大家最知道 每次抓小孩來 尤其抓女生的小孩來 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次都把小孩 硬抓來厭運這件事 真的還滿多的 可是厭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我們還是要全人關懷 不可以 他說厭運就厭運 那這樣我們的執照 就假的嘛 所以去做全身健康檢查就對了 沒有 我們還是要關心她說 為什麼啊 為什麼想要厭運啊 媽媽就超抓狂的就說 她一定有懷孕 她一定有亂搞 因為我觀察她很久了 最近她開始食慾越來越差 對 吃的東西越來越少 有點反胃噁心 而且開始變胖 而且胖得很明顯 她褲子的部分都買新的 而且我有觀察 在我家裡我偷偷放了很多酸的 像酸梅啊一些東西 她吃以前不愛 現在吃很多 這媽媽真的很忙耶 那媽美減少的數量 還滿快的 一定是個女的 對 媽媽觀察很仔細 而且放了好多的陷阱 給小孩 而且媽媽說 常常會有週末 或男性朋友來家裡玩 來玩的時候還有關門 而且固定同一個 關門之後 她覺得聽到裡面 有稀稀疏疏的聲音 好像不是那麼正常 有被子在扭動的那種摩擦音 她說 媽媽 媽媽一直在腦補耶 對 這個媽媽很奇怪 她如果懷疑的話 當下就要處理了 還等當下不處理 後面待到醫院處理 也很奇怪 媽媽說 她要聽得仔細一點 避免誤會 可是她說那個聲音的摩擦 就是真的像被子 那種的摩擦聲音 女兒就說 媽 妳會不會想太多 吃酸梅子 是因為我喜歡 最近突然想吃酸梅子 胃口不好 我最近想減肥 就是真的胖了咩 她說你一定有鬼 那稀稀疏疏的聲音是什麼 對 就在醫院裡面 大概一開始吵這個 然後稀稀疏疏的聲音就是 裡面在放課本 然後抽筋拿東西 又有她的袋子 書包 然後拿裡面的一些書 她說不可能 不可能 反正媽媽都聽不進去 妳那個一定要驗 可是因為我們女兒 雖然還沒成年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一定會尊重 畢竟她已經是高中生了 對 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真的驗起來沒有 那她說這樣我就驗 你敢不敢讀 然後結果後來驗了 答案就沒有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想一想其實 這也很難講結論 到底是什麼啦 因為因為 不見不一定懷孕嘛 對不對 真的 那到底情況是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 這真的 不是 我覺得這就是 父母有點過度焦慮 對 過度焦慮 然後就是自己幻想了 很多情節你知道嗎 所以素卿姐 是不是有些爸媽 真的就是過度焦慮 其實到最後真的會 其實如果我媽 真的帶我去醫院 我覺得我心裡會很受傷 真的會超級受傷 對 沒有啦 對 這一定會超級受傷的 而且有些爸媽過度 會焦慮到什麼狀況 有一次有一個身心科醫師說 他有一個患者 那個患者他是怎麼焦慮呢 他說 我最近開始覺得 我有點點擔心我女兒 他說怎麼回事 他說因為他最近 我感覺他好像 如果能晚回家 他就盡量晚回家 每次問他都說 就路上逛一下書店 逛一下文具店 買一個東西 他說 而且他常常說 這裡有時候肚子痛哪裡痛 覺得好像能夠不去上學 他就有藉機不去上學 我有點擔心 他要不就是在學校被霸凌 而且他說真的很明顯 你知道嗎 醫生 因為他這一次 他的其中的數學這一顆 名次 退步一名 是某一顆的名次 退步一名 我真的有點擔心了 然後想說這些行為看起來 我都覺得他應該在學校 可能是被霸凌 慢慢交上壞朋友 可是那醫生一聽這個媽媽 所有的形容詞 他就覺得其中有點怪怪的 對 他說那他常常這一痛 那一痛 你有帶他去醫院嗎 就是說不定真的 身體有什麼狀況嗎 他說有 可是檢查就沒有病 所以我認為他是裝的 他一定是在學校 有什麼狀況了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 不然你下次帶你女兒來 跟我談一談好了 那個醫生就說 他跟那個孩子談了之後 證實了他心中的疑慮 他就說 我的困難就是我媽太擔心了 退步一名 而且屬於一顆 他說 為什麼從開那一顆 退步一名之後 他越來越不想回家 他說你能想像嗎 他只是其中的一顆 退步一名 他說你知道我媽可以多離譜嗎 他說我考第十名 我媽媽會問我說 因為他要理解別人是怎麼樣 讀書為什麼可以考得比你好 所以這個孩子壓力太大 對 所以我要知道為什麼一到九是誰 然後他說他從小 他媽就是怎麼樣的人 他說比如說 像剛剛那個吃得少對不對 他如果吃得少 他就會跟他說 你這樣好像有點吃得太少 你這樣如果營養不佳 會影響你的學習 然後如果吃得多一點 他說 你最近好像有點吃得太多了 因為你也知道 女孩子家如果吃得太多 以後身材沒有好好控制 競爭力會變差 然後他如果那天真的 在學校比較累的早點睡 他媽就會說 你今天睡得這麼早 你明天的功課真的準備好了嗎 好可怕 然後他說 他母今天熬夜了 他就說 你今天睡得這麼晚 你明天上課怎麼辦 這種媽媽真的是 比較需要去看醫生 她就舉凡各種各種各種 她媽媽都找得到理由 你那她成績考得太好 她媽媽都擔心 這部題目剛剛好 沒有準備好 但是妳會覺得自己自慢 我覺得媽媽真的很需要 人生當中找別的重心 對 後來醫生就跟媽媽來說 其實媽媽你知道 你所有女兒的問題 其實是你的問題 他功課退步其實是因為你 你焦慮 使得他焦慮 他焦慮使得他功課 他覺得這裡痛 那裡痛 他焦慮使得他不想回家 對 所以他跟他講清楚之後 所以你先要治好 先要處理 處之泰然 你的女兒才會好 首先還是要先通理一下 爸爸媽媽啦 他們的 其實來自於他們的責任感 對孩子的責任感很重 只是我們在想的時候 都好像在往那個比較 會讓自己焦慮的想法去想 對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分 哪些行為要注意的話 爸爸媽媽會有另外一個焦慮 就是每看到一個孩子的行為的時候 就想說 這個行為我到底要不要注意呢 開始為了這件事情而焦慮 所以我會建議第一個 只要孩子有改變 都應該要注意 那這些事情的發生 第二個要注意的是 事出必有因 對 但是原因絕對不是你想的那一個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 往負面的方向去想 孩子今天出什麼狀況 他為什麼一定是往壞的呢 他有沒有可能是好的那一面呢 所以這樣的一個用途 是主要讓我們大人的心情 可以比較情緒緩和一點 否則自己會一直想 你看媽媽就一直想 一直想 然後到最後不得已 才用最後的大招 結果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 是 好 那麼孩子為什麼會有改變呢 一定是有事情 那這個事情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 可能是一個求救的訊號 他可能今天 我今天需要錢 我今天在交朋友 受到一些挫折 需要幫助 那他不知道 這些事情該不該直接講 所以我用一些情緒或其他的行為 孩子可能今天 他的抽屜裡面出現煙 我們就擔心孩子是不是抽煙 可是他可能藉由這個東西 再告訴爸爸說 爸爸 我這個焦慮 然後我聽說你們大人就會抽煙 可以比較緩和一點 所以我只是故意漏這個訊息給你看 所以孩子要改變就應該要注意 然後再慢慢地去瞭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人家常常講 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餓 然後有一種餓叫做媽媽覺得餓 對不對 那我們都期許自己 不要做這種太緊張的媽媽 讓孩子的壓力其實很大 那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小孩 是越來越聰明 而且隨著現在的環境的進步 所以像那種3C啊 社群網站 我真的覺得我的小孩 比我還會用耶 他們當然很會啊 其實我最會用的就是FB啦 對 IG跟那個什麼抖音的啦 對 我們都不會玩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很難跟孩子疊對疊 不是 因為有時候 你總是想要知道 孩子他的朋友 到底是哪些人 交流總塊 對 那因為我曾經 犯過一個錯 就是我用了一個我的英文名字 你命名申請的賬號 照片 照片用什麼 照片你就隨便用一個風景照啊 對 然後你知道 處女座有時候又很藏不住 就是他們有一次 就他們幾個人在那邊聊 因為一個照片還一個風景 然後幾個同學就是有時候 男生講話會帶一兩個髒話 你知道我看到我就覺得說 我就直接用商品在那邊說 不能說髒話喔 最初聽的是媽媽的故事 真的 她覺得不會是同輩的 同輩的 然後打出去之後想說 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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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就露餡了 然後我兒子隔天就跟我說 傷妳是妳對不對 一下就被抓包了 對 所以我兒子現在 他們都在玩IG 他就很聰明囉 他封鎖妳嗎 沒有 他沒有封鎖我 他沒封鎖我 但是有一天 我在跟我女兒聊天的時候 我女兒就說 哥哥那個IG什麼 他今天去哪裡 對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因為他沒有把你當智友 蜜友 那個現在IG有那個蜜友 我才知道有智友你知道嗎 還可以只發給智友 對 智友才看得到 所以我女兒看得到 我看不到 兄妹倆一定都是彼此為智 對 你們只是 說得好 我們是智親 我就覺得為什麼不讓媽媽當智友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夥伴是誰 他們的兄弟姐妹 對 對 還有他們的同儕 從那邊聽到話 妳可以加到同儕變智友 對 所以妳一定要 一定要跟妹妹感情很好 因為妹妹看得到哥哥的 去哪 對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妹妹在聊天 因為哥哥一早就又開始 弄一弄出去 我就跟妹妹說 哥哥有發給智友什麼嘛 他說你真的不能講 我說不會 我講了哥哥就知道你講 我怎麼這樣不會講 你這樣會害他 他要去哪 他說 我說去宜蘭 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 我們今天是不是 該去宜蘭 好可怕 你去幹嘛 不是 他跟朋友去 你去幹嘛 我不是要去監視他 我想說了解一下 兒子去的這個地方 危不危險 有沒有水 有這個必要嗎 我就監視 然後我兒子偷偷在那一區 晃了之後 我跟我老公就回來了 我跟妳講 妳知道現在小孩子多厲害 怎麼了 我兒子接著就打給我說 我的那台車 是可以定位在他手機裡的 你的車 因為當初我買這台車在交車 對 在交車的時候 業務員有 我跟我兒子去 業務員就說 余小姐 他可以設定 有時候你車子有沒有關門 有沒有鎖門 停在後邊 車子的所有狀況 你的手機馬上可以 是 那你知道我這種人 我根本不會看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 那不然就是用我兒子的手機 來跟我車子設定 我也沒想那麼多 你知道嗎 結果他用車子設 他從他的手機 好厲害喔 媽媽跟爸爸多笨嗎 他看著手機 看著媽媽的車子 從內湖一直開開 開在內湖 開到他的那邊附近 還在那邊一直繞圈圈 繞完之後再慢慢再開回內湖 然後在那邊裝沒事 真的 所以從內湖之後 我就發現 不行 我跟你講 現在真的 這些東西 小孩真的比我們厲害 所以我們好辛苦喔 疊對疊的只是對老公 他對小孩真的很累 精進自己的數位 對 其實我覺得皓然姐 已經很厲害了啦 可是我看過這個案件 它是 父母的科技程度 領先小朋友大概十年吧 那這爸媽很厲害 對 也是通過手機 但是這個手機呢 爸媽也很厲害 他們上網購買了一款APP 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APP 它是可以隱藏在手機裡面 就是小孩點不開 然後而且還看不到 那它可以 這也很適合拿來裝在 老公的手機裡耶 我們也看過 我曾經抓監案件是這樣抓的 真的 反正它就是可以 直接打開鏡頭 看你在哪裡 還可以有聲音 打開鏡頭 然後當然最基本的 那個HPS名為當然也有 這個好刺激 這好可怕 我覺得這婚姻會破裂得很快 算了算了 不要裝 那這個小朋友就被裝了這個APP 那可是這個小朋友也滿聰明的 因為其實現在年輕人 都玩手機玩得很厲害 他就發現奇怪 我平常沒什麼上網 怎麼我的這個網路流量這麼高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APP 會自動把這些 鏡頭拍攝到的影片給上傳到 就是媽媽手機裡面去 就會消耗流量 好可怕 他說他一定有問題 然後後來他就上網 找找找 終於真的把那個APP抓出來了 可是他也不說破 因為說破之後 就會來第二個APP 他就決定來惡座劇一下 那這個媽媽有一天有一天 就是在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就接到一通電話 媽媽救我 然後就掛掉了 第一個反應 打開那個APP看 小孩人在畫臉 什麼都看不到 只有那種就是哭的聲音 哭的聲音 然後他就很緊張 當然是立刻打電話報警的 警察就循現到了這個APP 定位的那個名宅去破門而入 就發現 兩個老夫妻剛在吃早餐 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們就整個人就傻眼 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發現就是小朋友就說 因為很不爽 媽媽這樣子監視我 他就下載了另一個APP 可以把這個手機的GPS 自動定位到別的地方去 可以自動定位 所以他一早就是因為 為了報復他媽媽媽 把這個鏡頭給貼起來 然後打了一通給他的這個 爸媽媽說救我 然後再把自己的位置 定到花蓮去 然後這個警察就真的是爆炸 就說媽媽你這樣子 是妨礙秘密 是 你這樣是犯罪 他說小朋友你這樣子惡作劇 好 假設我去救你 那有另外一個人 真的被綁票怎麼辦 你消耗這麼大量的警力資源 只是在你們家玩這一處 這樣吃燈嘛 然後我就把兩邊 都各洗了一次臉之後 再把他們放回家 我覺得小朋友其實很厲害 媽媽也是不慌多讓 真的 對 那像我這樣去宜蘭 繞一圈沒有犯罪嘛對不對 這沒有啦 你這個不會啦 可是我那個都動用到警察 對 那個有點 就在浪費社會資源 看IG這是自力蒐證嘛 沒有什麼方來迷迷的問題 聽完那個律師講完 我覺得我好幸福喔 為什麼 我雖然說 我跟我兒子也會疊對疊 但是他不會用 就是剛剛講說 還要用報復就是 或是用這種方式 對 他當然會反制 所謂的反制只是說他 就是孩子現在都很聰明 他知道你在關心他 我不要講監控 我就關心他 男生我會特別地去注意啦 因為我常常跟我兒子講說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為什麼兒子要特別注意 不是應該女兒管的比較 因為你是對別人的女兒 在那個 對啊 你要負責任的 對 他要賠錢 我不是說習慣 這個到時候問你什麼 太早當阿公 太早成功 不是 因為你是男生 所以你男生的話 你要更加要守得住一些東西 是 但是你要先看他手機 你的第一關就必須要 先解碼才行 然後就想 應該是 5288吧 5288 奇怪 想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啦 對 不可能 好 那就不可能的這種號碼 那起碼就是會想幾個 跟他的生日有關的 或是說他比較 跟他有關的一些數字 就解了幾次 猜中了 猜中之後我就解進去 我就趕快 太難得的機會 趕快看 譬如說包括這個 網路瀏覽 瀏覽的網站 對 有瀏覽紀錄 歷史紀錄 還有呢 可怕 簡訊內容 對話紀錄 對 結果發現還算正常 對 鬆了一口信 過了兩天 似乎同樣我猜的那個密碼 結果其實發 被拒絕 我後來知道說原來 他已經知道我 有偷看過 過節的密碼 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知道 你有看Line嗎 因為我進去他那個 那個點訊區的 我已經已讀了 結果我跳出來說 他的人是讀過的 他知道哪幾個群組是 他會常看的 他明明沒看 但是突然變已讀 對 照道理來講是應該 他應該是他自己才會看的 但是那些都已經被已讀過了 可是你看了 好像又不能夠把他 而且我 恢復成未讀 當然不行啊 現在有個手機就是你Line 你一定要先按著 他會跑出他的所有訊息 那有時候沒按好就打開啦 然後你再放掉之後 他其實是看不到你點進去過 他還是未讀的狀態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我等一下 媽媽好厲害喔 原來是這樣 她說那句話都比較厲害 真的 對 所以說真的很多爸爸媽媽 真的是在用生命 在整理小孩跟隱私 好可怕 是不是洪醫師 也有遇過超嚴重的 可是洪大哥真的就沒有學到 3D touch要壓著 對 就是壓著啊 真的 3D touch 就是壓著 你壓著他 他會跑出裡面的對話 你就可以 現在不要教他 他再也破解不了任何密碼了 我得先 對啊 也要先破解密碼才能進去 這真的是一個攻防戰 醫院看到有時候真的是 也是會有一些 很扯的一些狀況 就是一個高中女生 又是來看一些頭暈的狀況而已 然後就開始問頭暈 其實一般高中小女生 頭暈大部分要嘛就是貧血啦 要嘛就是壓力大 他課業壓力大 結果他就在那邊講 課業壓力的時候 爸爸又來了 這個我覺得他那個 不是課業壓力的問題 半夜都不睡覺 硬要跟同學在那邊聊天 又找男同學一直講話 都不睡 早上又要很早出門 這一定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說我真的是在討論課業 開著視訊也有可能討論幾何學嘛 對不對 爸爸說沒有沒有 你這一定有問題 你這都不好好休息 搞得自己這樣一直頭暈 然後又無法上課 女兒這時候就終於受不了 終於爆發 就把所有故事都講出來 他說我爸以前為了了解 我在房間幹什麼 他會拿那種底下有門縫啊 沒有鏡子插一半進去 還看不太到 真的 爸爸的物理學還不錯 插了一片不行 他再插一片 這個角度才會剛好看得到裡面 因為你插一片平的 爸爸一開始發現這個 阿嬤混會鬧到會 我只有在特種部隊 那個攻堅的行動才會看到 那兩塊一塊插進去 一塊垂直的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的角度 就可以看得到裡面了 結果後來女兒把那個門縫 給堵住了 女兒有發現怪怪的東西 放了一種一樣的 對 然後這通虧狂放在腳上 那這不稀奇 他女兒說最誇張的一次 爬外牆是不是 真的 外牆不是有放冷氣的地方嗎 不是有冷氣在二樓嗎 對 爸爸從冷氣的外牆 直接爬到隔壁 因為女兒那一次是 找了男朋友回來 說定是男同學啦 有大以上練人味嘛 對不對 就是回來一起念書 那念書的時候 爸爸就覺得 他覺得很不安心 因為他什麼都觀察不到 所以爸爸就爬了外牆的那種 冷氣的那一種 就爬過去 結果爬過去之後 因為一開始很想看 那腎上腺素粉底 爬過去都沒問題 結果爬過去之後一看 真的很乖 沒有做別的事 慘而回不來了 對 回不來了 那爸爸後來想了很久 自己在外面真的就開始抖了 看一看 二樓雖然沒有很高 可是還是有個三五公尺嘛 對 那爸爸就開始抖 所以最後只好默默的就是 一直拿東西去拍那個敲外面 女兒想說怎麼外面一直有聲音 開了就發現爸爸站在那邊 掛在那邊了 最後找了119 把爸爸揪下來 消防車 爸爸自己給台階這樣 這窗戶太髒了 開始插玻璃 對啊 爸爸好辛苦 還插玻璃 身為爸爸我覺得也滿了不起的 各種特戰技能 跟任何物理學都要具備 才能夠進行到生活的疊對點 也不是那麼容易啊 爸爸都做體能活 對 我朋友他遇到的那個是媽媽 他就說是一個婦產科醫生 他說有一次呢 他就在他的粉絲頁 接到一個人來問的私訊 因為我們現在針對國中小女生那些 會有一定12歲以下 不是會有那個子宮頸癌疫苗 就是免費施打嘛 可是他其實已經過了那個年齡了 他高中了嘛 然後他就問說 我想請問一下醫生 就是說如果有過性行為的話 可以打子宮頸癌疫苗嗎 那醫生就說 其實一般是沒有性行為打 是效果比較好 因為年輕 然後沒有性行為打 但是如果已經有性行為 其實打 只是說效果可能沒有那麼好 問他幾歲說如果什麼什麼 他就說其實他就是 其實他還沒有滿18歲 然後他就說 那醫生我可以再請問你一個問題嗎 如果說啊 那個我們那個現在有 所謂的國民健康存摺嘛 他說那個國民健康存摺裡面 是不是有記載我們所有的 就醫的資料 他說對 他說那就醫資料 那之前如果我去過婦產科 你們婦產科都會問我們 有沒有性行為啊 如果我回答有 那個勾選項目會記載在那裡面嗎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注意過 國民健康存摺裡面的格式 這一點真的考倒我 你怎麼問我 他說其實是這樣 他說 因為我媽最近一直很熱心的 想要幫我領口罩 他說呢 你只要 因為你知道 我們可以授權給親屬 然後你如果 可是他要拿健保卡 我也可以看你的國民健康存摺 我也可以幫你 用你的這個領口罩 我一開始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直到他最近又說 我覺得女生要保護自己呢 我想要說呢 你是不是 媽媽出錢給你去打 那個子宮頸癌醫 對 後來算算就講說 因為我家比較保守 我就擔心說 我不敢跟我媽說 我有個性行為 所以我要先問一下妳 那我可以打嗎 他說是可以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女兒的話 家長會想關心也是合理 可是你知道 我接下來要問陳律師的這一題 題目居然是說 想要窺探孩子隱私 家人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樣的故事可以 道德無下限 剛剛其實講好多的 那個窺探方式 我覺得也都滿 都滿沒道德的 是 我就跟我也不遑多讓 因為那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差異 好像現在社會的關係 大家都用科技手段 對 科技手段其實你沒感覺 可是如果是老派手段 你就會忽然覺得怪怪的 我的當事人是這樣 就是說他是這樣 他們其實是兒子來找我的 兒子其實從小是 就是家教非常非常嚴格 可是一直到大學 這個多半也都是這樣 進大學大概管不了了 因為大學休課時間也不一樣 那妳再怎麼樣互動 而且還有社團活動什麼很多 妳再怎麼樣也管不到了 這對父母怎麼做呢 所以在兒子的房間裡面 裝真空 我覺得那真的滿沒道德的 其實應該已經觸法了吧 當然都觸法了 對啊 郭靖庸大哥 妳誤會了 其實妳們剛做的事 幾乎也都是觸法 妳是說他破解密碼也觸法 這是侵犯隱私吧 那看那個小紙條的信 觸法嗎 可能會有 開猜別人信封的那個 那整體抽屜呢 整體抽屜這都 整體抽屜沒有鎖都還好 但如果他鎖巧的話 一樣是有問題 所以沒鎖我打開 妳就拿別人的手機 然後拆密碼 那個已經算 妳那比較惡劣 拆卸的也算是一個嘛 如果這一集兒子有看到 他是可以請律師告你的 而且你後來拆不起來 他可以提出一個 請法在後來有修法 就是因為電腦都是有鎖起來的話 你去破壞 你去拆解這個密碼去進去 這也都是偽造的 所以如果小孩主動告訴我們密碼 就沒事吧 對 他主動告訴你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我想你兒子沒有追究 他剛剛就對你這個很好 他就當作不知道 你跟我有關係很好 可不可以誤以為 他都覺得爸爸那麼弱 5188碼是不是 525288 他就出來還直接問 爸爸密碼就5288告訴你 對 所以他就裝了針口 那其實小朋友一開始 是不知道啦 一開始也是不知道 因為其實當然 他們也是很小心翼翼 不是因為小孩大了 可能會換衣服 或者青春期有些 就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男生嘛 對啊 男生青春期到了 對啊 性的需求 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發展階段到了 那一定是在家裡面嘛 在自己的房間裡 一個覺得安全的地方 那這個男生 也買了一些道具 剛剛那個是用男男道具 這個男生自己用自己的 都可以了啦 我青春期都會買道具 也滿進步的 是 社會越來越進步了 越來越進步了 那但是 好震撼 但是媽媽就看到 心態要很強一點 對 我現在喜歡我們小孩 還是要玩無敵鐵金剛 應該是 我們要進卡丘 就是開心 叉叉寶 可以 所以以後就不要去管他 他還在用什麼玩具了 對不對 那這媽媽當然就看到 他在使用玩具 然後在自衛 媽媽就整個爆炸 他也控制不住 他原本應該要偷偷摸摸 對不對 是 他也控制不住 就去問了 就說你怎麼 這媽媽的點是在哪裡 是 我都在監控你了 你怎麼有辦法自己買 就說你怎麼可以買得到玩具 為什麼只有幫媽媽媽買一份 真的 皓然姐是好嗎 原來是媽媽進來搶玩具 整個都歪掉了 整個都歪掉了 對 可是這孩子 如果知道這個狀況 他知道了以後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所以因為孩子已經大了 都已經上到大學了 所以他就去報警 然後去問 所以來問律師 來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告 我這個不能接受 我不能忍受 我這樣被監控 不過因為剛好 我有另外一次社工的專業 所以我就請他幫他們轉介 做親子諮商 家庭諮商 那雙方要去建立 雙方的信任感 而不是這樣互相的懷疑 或者是有些破壞的狀況 再去回覆 對 這個是太嚴重了 對啊 這最後只是把 兒子越推越遠而已 所以我覺得最後 應該要請張老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用什麼方式 才是最正確的 好好來關心我們的孩子 是孩子可以接受的 張老師 如果你媽媽監視你 你告不告他 我媽媽應該沒有我的技術好 所以他應該沒辦法 我剛剛要說 你們那個剛才所謂的高科技 都已經low掉了 真的 不過我要問一下 陳醫師到 我這個案例的 到方這事情 到底算不算處罰 因為這個 首先是這個媽媽 這個也是青春期的小朋友 然後媽媽說 我要開始給你一些零用錢了 那我給你的規則是 你想要的 你就自己去買 那如果你需要的 買書 買這些 你可以來跟我討論 這個價錢比較高的 OK 規則定好了 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 開始觀察 你到底買了什麼 她也在整理她的房間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任何奇怪的東西 這時候媽媽開始想 糟糕了 她把錢花在哪裡了 她是不是去買遊戲點數 或者是不是也是青春期了 是不是也是在那個網路上 買一些什麼會員 或是下載影片 需要訓練等等的 問題是 媽媽猜不到密碼 對 這個爸爸 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故事 因為爸爸是我公司的IT人員 對 他跟我說 怎麼解密 怎麼解密 他知道這個去拿手機 他平常上班 不可能去看到孩子的電腦跟手機 所以他寄了一封信給他兒子說 我們家的那個Wi-Fi 要防止害客 所以請你把這一個APP呢 裝到手機 還有另外一個程式 安裝到你的電腦 這根本就是裝陸馬到兒子的電腦 沒錯 就裝進去了 好厲害 我這個同事 直接在他的辦公室 開視窗給我看 這是他的電腦裡面的記憶 張老師方便把那同事電話留一下 遠哥就是很端進攻 我只要我 他也不給我 然後媽媽看 孩子都很正常 可是媽媽還是焦慮 那錢花到哪裡 後來媽媽真的受不了了 跟兒子說 那你以後寫功課 全部到客廳來寫 到餐廳來寫 我們吃完飯餐桌 就把它整整乾淨 我要看你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零用錢拿出來 你給我最近三個月花到哪裡去 你給我列一張清單 孩子抓狂了很生氣 你當初訂好的規則 為什麼現在又改 對 而且這個爸爸發現一件事情 對 爸爸問題是爸爸進去不用密碼 對 對不對 然後這件事情有跟媽媽說了 事情就是在這件事情 媽媽突然抓狂 你如果沒做壞事 你為什麼要改密碼 對 我小心的 好像皓然姐會犯罪 對啊 就這同事爸爸媽媽不行了 糟糕的親子關係受到破壞 趕快來找我 對 我當然不能說爸爸媽媽 你要用更好的方式 只是在親子關係上 你必須要想的是 當你看到孩子有些狀況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時候 孩子今天沒有花錢 為什麼 他搞不好存錢 要給爸爸媽媽買禮物 對 為什麼我們都不會 往這個方向去想 一定去想你要做什麼壞事 所以一定要先安撫自己的情緒 接下來媽媽的擔心 我會建議 尤其是面對兒子 對 會比較好說 而且第三個 爸爸講話很慢怎麼辦 他給他多一點時間 不是 不是 你把爸爸的話錄下來 然後用快倍速的 沒有 這個我要說了 這個狀況慢慢說 你剛剛說 爸爸講話很慢 你要不要來跟我說 我們就順勢倒過來 這是我要說的第三點 已經現有的很多方式 只是我們不知道使用 這種錢的事情 教孩子如何記帳 有很多app 還有兒子我們來分享一下 有個app可以分享這個紀錄 對 然後你也可以說 你到底記帳有沒有記得很仔細 我們來比看 誰記帳記得比較厲害 所以這樣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解決 沒錯 我覺得其實 我們跟孩子之間的信任 就跟夫妻之間的信任 是一樣的 那是需要培養跟建立的 尤其是越大的孩子 他其實需要的信任感 是更多的 所以在孩子沒有偏離 就是軌道之前 我都覺得應該是 像張老師剛剛建議的 就是多給他們一些 正面的信任 就是放下他 接受他 不要偷看 對 我們見尾鏡 對 現在覺得我們小孩 現在好小 還會跟我講心事的感覺真好 沒錯 要回去抱抱他們 所以我現在要回去陪他睡覺了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又好嗎 拜拜 不要同情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